今天我們回到臺灣 現在是正值高中的畢業 旅遊旺季 那麼臺北市建國中學的學生 二十四號結束碧旅返家之後 陸續傳出學生快篩陽性 經過回報統計 掌握共有二十五位的學生 一名教師確診 校方已經致電關心居家隔離中的學生 預計明後天就會陸續解隔離 那麼建州學生是在上週舉辦 四天三夜畢業旅行 前往臺南高雄墾丁等地遊玩 其中一班有十四名的學生確診 總計二十五名學生 一名教師返家之後確診 臺北市教育局也表示 有接獲建中的校安通報 提醒儘管這個校園逐步解封 庇履還是要有防疫的警覺